好 再來來關心這個中華市 加藤王公廟 社區成立的長修庫路部老人會 說來團出這個改選的危機 原來就是因為這個立錢的人所 變成這個老人會 要繼續來一支也很困難 他們主要是整個幾個會這樣放給倒 另外 將近300萬的共基金 將依照年主分回去給火完 不敢啦 拿到收到的通知檔 上面寫到中天飯補充金發紅 讓這些七八十歲的老大人 感覺有又想起 又又不知道要怎樣 因為他們當初是加一個當初老人會 為了就是希望可以省一筆冠冊粉 想不到現在中華為欧佑 人越來越早啊 越來越早你現在 念的人 中紀月你也是會忘了 你現在火完就沒有 火完現在如果死亡去 那如果他們願意 那你願意處理他們的家屬 就不願意來參加 不願意來參加 所以越來越早啊 這是中華其家當王公廟 社區生日當收庫六保留人會 火完上桌時有六七百人 運作莫秀是透過過火完一支欠冠冊粉 有些人要問 有些人要問說 好 要順便那些錢 不然就說 沒有人要打擾 不然就說 只要錢就大家說 沒有了 沒有了 散會 因为时代在改变新加仅会完减借 当时的中备增加 会完仅所只存233人 赴助金是日不付出 因此老人会决定改参 将将近300万的公基金 以降年资分合会完 每个人可以领到3千至1万6千块 大传新闻中西梁中华 彩虹博德